老爸为了不让你遗传他的渣男基因 不仅发誓要把你培养成全世界最深情的好男人 还趁你没出生前就给你定下了娃娃亲 甚至对你隐瞒了他是亿万富豪的身份 于是你一出生就变成了同学眼中的穷逼家庭狗 然后在你爸的气皮狼加持下 你小心翼翼地跪舔了订婚对象18年 可到头来却只换来陈婉柔的一句 凌晨 我真的好烦你一直像条狗似的围着我转 如果没有你 也许我会过得更好 他的这番话让你彻底醒悟过来 于是你便主动靠近那个暗恋你多年的宝藏女孩 可谁曾想一群键盘侠在网上疯狂诋毁你 却被宝藏女孩严玉然直接告上法庭 随后一群喷子都跑到你寝室楼下给你道歉 其中就有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此时刚睡醒的你慢悠悠又来到走廊 楼下等待的人群在看见你的时候 他们立即就激动了起来 凌晨 你怎么猜出来啊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多少时间吗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让这么多人等你 是啊凌晨 还有这件事明明就是一件小事 我们只不过是发几句牢骚而已 你何必就这么小题大做 让那个严玉然发什么律师函呢 两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你微微正美转头看去 说话的人正是陈婉柔的两个奇葩室友 你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蠢啊 明明是他们有求于人好不好 一开口就是这个居高临下的态度 后来你想明白了 因为以前陈婉柔就是这个态度 他们跟在陈婉柔的身边 也习惯了这种居高临下 指手画脚的态度 而你只能乖乖听他们的话 要照做 如果不照做的话 陈婉柔就会生气 就会冷眼相待 而以前的你最怕的就是这两 可是现在都滚吧 你看着陈婉柔的事有张嘴到 杀臂 你叫爹呢 你爹我让你等了吗 什么东西 你们慢慢等吧 我妈妈不让我和你这满脑子 都是分辨的杀臂丸 说完 你只感觉浑身舒畅 转身就走回了寝室 瞬间整个楼下的人群 看着你走进来寝室 他们立即炸锅 凌晨 你别走啊 我们和这杀臂没有关系啊 是啊凌晨 我们是真心来道歉的 你就原谅我们吧 凌晨 众人大喊 但是你却是直接将寝室门关上 众人的呼喊声立即静了下来 无数人转头看向陈婉柔的室友 不是 我说你们是脑残吗 凌晨好不容易猜出来 他肯定是打算原谅我们 可是你们这两个脑残狗叫啥呢 这下将凌晨惹火了吧 这两个杀臂当初可把凌晨坑残了 就是他们两个 当初将凌晨被陈婉柔一个电话 就叫到了女生楼下的室 传遍了整个女生寝室群 然后让得凌晨成为 整个音乐学院的效果 特么的 真是晦气 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成为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 只能低着头 就在这时候 张亮走了出来 没好气地开口道 好了 都特么的散了吧 凌晨说了 除了罪魁祸首 还有这两头猪 其他人以各种合法手段 给你道歉就行了 但是你们以后 别特么的在网络上乱喷人了 网络不是法外之力 要是遇见一个叫真的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听见张亮的话 下面的众人愣了一下 玄机狂喜 谢谢林哥 林哥宽宏大量 呜呜 林哥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众人鬼哭狼嚎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他们对你的好感度大增 然后一群人纷纷离开 然后以各种方式公开对你道歉 甚至给你道歉话题 还冲上了同城热搜 众人散去之后 就只剩下了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还有罪魁祸首龙华林 张亮 我们是陈婉柔的室友 我们知道错了 你替我们给凌晨求求请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呀 呜呜 我不要坐牢啊 陈婉柔的两个室友委屈巴巴 楚楚可怜地看着张亮 张亮看了一眼两人 杀臂 陈婉柔是杀臂 你们更是杀臂 说完 张亮直接回了寝室 呜呜 怎么办呢 陈婉柔的一个室友真的哭了 龙华林也是脸色灰白的 离开了宿舍下面 他知道 你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很快 严玉然的律师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向法院递交诉状 副本集相关的证据材料 起诉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和龙华林 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查 决定受理 然后没有多久 三人就受到了法院传票 三人的学业也受到了影响 开始奔波请律师 来应对这起官司 而严玉然和你这边 则是由金社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 十几位精英律师轮番上阵 将三人请来的律师 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龙华林犯了你 侵犯隐私和荣誉 并且散布你隐私 在网络上被超过上百万人浏览 造成你精神损失 被依法处以15日拘留 并且一共要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 和相关各种费用一共3万元 至于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根据严玉然提供的证据 被处半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十万元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他被你放过的学生心中后怕不了 他们没有想到陈婉柔的两个室友 仅仅是写一篇小文章骂了一下 居然就要坐半年的牢 他们一直以为网络上是法外之地 可是现在他们才知道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 陈婉柔的两个室友和龙华林 就是前车之间 同时这些人对你也更加的感恩戴德 有了比较之后 他们才知道你对他们是 多么的宽容和善良 接下来的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就过去了一个月 因为你掀起的风波 也慢慢地沉寂了下来 男生寝室 你和张亮等人朝着教学楼而去 到了教学楼门口 严玉然提着早餐 已经等在校门口了 看见你 严玉然顿时露出了小虎牙 蹭蹭蹭地跑了过来 将早餐递给了你 露 给你买的早餐 你今天起碗了哟 嗯 明天我继续努力 你露出笑容 好好好 你努力睡懒觉 反正有我给你买早餐 赶快进去吧 要上课了 严玉然的脸上满是温柔 好 你笑着点头 严玉然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教室而去 你将早餐袋打开 拿出一个包子一口 咬了一个大缺口 是香菇馅的 你最喜欢吃的口味 张亮三人在一旁羡慕的眼睛都绿了 走到教室 桌子上依然放着一份早餐 你熟悉地将桌子上的早餐 扔在垃圾桶旁边 然后继续大口大口 吃着严玉然买的早餐 陈婉柔坐在后面 身体鳞伤的我 你是否会心疼 是否会难受啊 陈婉柔真的很伤心 她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从来没有为了任何一个人低头过 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是众心滚虐的存在 所有人都会捧着她 都会依着她 可是现在她为了你已经做到这一步 已经委屈求全到这一步了 可是你依然无视她所有的付出 她直接将一切都搞砸了 她有些慌了 也有些害怕了 她怕你是真的不要她了 可是你怎么能不要她了呢 她可是你的未婚妻啊 凌晨 这个时候的你让我好害怕 也让我感到好陌生 很快 第一节大课中的前半节小课结束 众人趴在桌子上休息 而没有吃早餐的张亮 则是饿得眼睛都绿了 她盯着垃圾桶旁边的早餐 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老林啊 你说陈婉柔给你买的早餐 喂狗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你转头诧异地看着张亮 好的 你不会要和学校里的流浪狗抢吃的吧 要知道你不吃一顿饿不死 但是流浪狗如果缺了这一顿 很可能一整天都饿肚子了 张亮翻了一个白眼 侮辱谁呢 我是能和流浪狗抢吃的那种人吗 张亮说到最后 直接没有了力气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课 张亮连忙拉着你朝着食堂跑 到了食堂 张亮打了饭菜 顿时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饱了饭 张亮终于活了过来 他捂着肚子一脸后爬 好险 差点就饿死了 哥 说着 张亮打来一个宝贝 坐了一会儿 你等人起身朝着寝室而去 而就在这时候 学校的保安部门的几辆车 闪烁着警灯 在前面开路 后面几辆大巴跟着行驶 大巴上 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正好奇地看着窗外 哦呼 又是哪个国际名校来交流啊 张亮微微挑眉 你也不知道 但是很快学校就下发了通知 为了欢迎国际名校 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哈蒙教授 和诸位学员前来 帝都音乐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学院将在今晚 在第一会堂召开欢迎舞会 现面向音乐学院 所有学员进行报名 截止时间为两个小时后 欢迎舞会将会在晚上七点开始 欢迎舞会 意思是能够在舞会上 遇见几个大洋马 老林你去不去 张亮双眼放光 你可稍微节制点吧 你也不怕染上病 老林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些学员大部分看起来 就十分清纯 应该有不少纯洁的女生的 你看着吧 哥带你去啦 报名报名 张亮连忙让你和两个室友都报名 就在这时候 你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严玉然打来的电话 喂 凌晨 你参加晚上的舞会吗 嗯 参加 亮哥给我报名了 你一脸的无奈 好 那我也报名了 对了凌晨 你将你的身高体重发我一下 严玉然补充了一句 干啥 哎呀 你别管你发我就行 好吧 你一脸无奈 对于严玉然的撒娇 你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啊 你将自己的身高体重发了过去 严玉然打开手机 然后拨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喂 灵姐 我给你发了一个身高和体重过去 然后还有一张照片 你帮我挑一身礼服 然后尽量在两个小时以后送来 对了 将我的那套礼服也送来吧 说完 严玉然和电话里的人 寒暄了两句就挂了电话 另外一边 一个身穿职业装 气质优雅的女性打开手机 当看见手机上的照片 是一个男生之后 她微微有些诧异 什么时候这个小公主 居然对一个男生如此上心了 科蒂斯音乐学院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名校之一 在整个蓝星世界的 音乐学院排名之中 科蒂斯音乐学院 大概能够排到前十 甚至是前五的位置 而帝都音乐学院 也就是你就读的学院 虽然在大厦是 首居一指的音乐名校 但是在整个世界 却只能排到三十多名 两厢比较之下 就能明白科蒂斯音乐学院的 牛杯之处 很快报名时间截止 报名参加的学生 大概有五六百人 时间过得很快 此时的男生寝室中 张亮等人 正在梳妆镜面前 不断地打量着 此时的张亮 穿着一套名牌西装 头发竖得一丝不苟 整个人显得绅士了许多 你则是穿着 上一次张亮 给她的那一套 金丝袖口的衣服 虽然上次穿了之后 没有洗有些褶皱 但是穿在身上 依然非常的帅气 就在这时候 你的手机铃声响起 你按下接听键 喂 凌晨 我在你的楼下 你赶快下来 好 你点头 然后跑下了楼 严玉然站在下面 手上提着两个袋子 严玉然看见你 顿时笑着朝着你跑来 诺 给你的 你将口袋接了过来 是一套纯白色的西装 虽然没有打开看 可是你只是伸手摸了一下 就能感觉到 这礼服的料子 非常的舒服 而且在袋子下面 还有一个鞋盒 这是 你看向严玉然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服 下面还有一双鞋子 是我给你精心挑选的 别多想 就当是我送给你的 第一份礼物 我未来的男朋友 参加舞会 一定要穿得帅帅的 严玉然再次露出 两颗小虎牙 好了 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你们不用等我 你先和亮哥他们去报道 晚上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说完 严玉然转身就跑了 你看着严玉然的背影 忽然感觉鼻子有些怎么回事 原来也会有女生 送我礼物的吗 你有些感叹 大学三年了 你送给了陈婉柔无数礼物 有辛辛苦苦 存了几个月生活费 省吃俭用买的奢侈品 但是面对你辛辛苦苦 买来的奢侈品 陈婉柔却是一副冰冷的样子 她说 凌晨 你能不能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我随便拎出一个包 就比你买的这个贵是呗 而且你买的这个包 是这个系列最低级的 用你的包只会拉低我的审美 一番嘲讽过后 这个包也没有还给你 而是被陈婉柔的两个室友要了去 你没有打肿脸充胖子 你只是想要将最好的礼物 送给陈婉柔而已 好 陈婉柔不喜欢奢侈品 所以你改变方法 你曾经亲手用五万两千个 陈婉柔的名字 勾勒出一副陈婉柔的画像 可是无一例外 陈婉柔都是嫌弃的不行 送她画像的时候 陈婉柔的并不是礼物 而是送她礼物的人 她不喜欢你 甚至是讨厌你 所以也连带着讨厌这些礼物 相比于你 大学三年 她却从来没有送过你一件礼物 哪怕是一瓶水 你也一直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自己不配得到陈婉柔的关心和礼物 但是现在你明白了 在不喜欢你的人眼里 你的任何一次呼吸都是错的 相比于你 她甚至更愿意将自己难得的善良 和关心给一个陌生人 或者是一条狗 她都不会施舍于你 你提着严玉然的礼物 带着笑容回到了寝室 张亮看着你出去手里空空的 回来手中就提着一个袋子 她眼睛一亮马上就围了上来 弟妹送来了什么好东西了 张亮想要将袋子拔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去去去 这是严玉然送我的 我得自己亲手打开 你躲开了张亮的手 然后打开了袋子 上面是一套纯白色的西装 一件白色衬衫 还有一个黑色蝴蝶结 卧槽 这套礼物好帅 张亮的眼睛微微一亮 伸手摸了一下 感觉布料非常顺滑和舒服 应该是丝绸羊毛的 而且还是定制的 不错呀 快换上看看 张亮和两个室友兴奋地围着你 你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将这套礼服换了上去 当你将一颗颗衬衫的扣子扣上 将蝴蝶结戴上的时候 张亮三人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卧槽 凌晨 这套衣服简直特么的是为了你而生的 真特么的帅呀 张亮几人围着你转来转去 相比于张亮送给你的那一套黑色的西装 这套白色的礼服更加符合你 不但将你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的挺拔和立体 也让你瞬间多了一道贵公子的气息 怎么说呢 你先前穿着张亮送的那一套西装 你仿佛是一个帅气而出众的骑士 而现在 你却是仿佛变成了一个王子 所谓的白马王子也不过如是了吧 凌晨 你心中真特么的像一个王子 当初如果你穿上这套衣服给陈婉柔表白 陈婉柔说不定一次就答应你了 张亮感叹道说了出来 你听后缓缓摇头笑道 所以 我倾心自己并没有在那时候穿上这样的衣服给陈婉柔表白 为什么 张亮愣了一下 因为我在他心中一直都是骑士 如果我贸然穿上王子的衣服 他恐怕不会有赞赏 反而会呵斥我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非要幻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要我要认清自己 将我贬低得一文不值 我本就是骑士 我现在能是王子 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公主认为我是他的王子了 听见你的话张亮沉默了 快看一下弟妹给你送的皮鞋 张亮连忙将转移话题 对对对 看鞋 两个室友连忙点头附合 你笑着点头 然后将袋子里的鞋盒子拿了出来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牌子logo的鞋盒子 但是当你将盒子打开的时候 张亮等人看着鞋盒里面的鞋子 都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双眼放光 这是一双主体为黑色 但是仔细看去却又发现 黑色之中饱含着一条条暗红色的线条图案 这些暗红色的线条团汇聚在一起 就好像是一轮散发着光芒的太阳 太阳之子 卧槽 居然安东尼奥维特亲手设计的太阳之子 张亮一眼就认出了这双鞋子 因为他的鞋柜里也有好几双安东尼奥维特亲手设计的鞋子 便宜的好几万 贵的则上百万 这双太阳之子 安东尼奥一共只设计生产了三双 有一双被英国皇室王子订购 有一双被蓝星某个顶级富豪买下 还有一双则是被一个神秘人买走 真是好孝顺啊 属于是哄旁大笑啊 看着张亮震惊的样子 你的另外两个室友有些震惊 亮哥 这鞋子有什么讲究吗 张亮看了一眼你开口道 这双鞋子我也接触不到 售卖的价格也是保密的 不过我知道的是 和这双鞋定位的是一双叫做月亮之星的女士高跟系 当初的拍卖价是1900多万包 张亮没有说出这个伎量单位 但是你等人都是大吃一惊 卧槽 1900多还有个万 张亮的一个室友嘴巴都在颤抖 另外一个则是差点跪下 你捧着手中的鞋子 也是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你知道严玉然送你的衣服和鞋子不简单 但是却没有想到会这么不简单 你有些苦笑不得 感觉到好烦恼啊 这么昂贵的东西 你到底收不收啊 而且你们现在还没有突破那一层关系 你收下总是感觉有些良心不安 行了大家就别震惊了 我说的是那双月亮之星 又不是这双太阳之子 就在这时候 张亮再次开口 他看着你脸上的苦笑 他好像明白了严玉然 为什么要用一个普通的鞋盒来装这双鞋 他明显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 不想让你有压力 我这该死的嘴巴 张亮想要抽自己一下 然后连忙开口挽救 月亮之星昂贵 是因为只有一双 而这太阳之子可是有着好几双呢 只是说比较稀有 但是不贵 大概也就几十万吧 凌晨 你就别纠结了 我觉得相比于这双鞋的价格 最重要的是严玉然送你礼物的这份心意 严玉然的整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以后你对严玉然好一点 别辜负这个好女孩就行 张亮看向你 暗自想到严玉然这可是将自己老爹最喜欢的一双鞋都拿来送你 要是你辜负严玉然 严玉然的老爹非得活批了你不可 你想了一下 然后点头道 好 很快你穿上了皮鞋 整个人的气质挠得一下就上了 在众人穿戴整齐之后 很快就到了六点的报道时间 你们在前往舞会的路上遇见了不少人 当看见你的时候 他们都是瞪大了眼睛 一副仿佛见了鬼的样子 卧槽 那个帅哥是凌晨吗 自信点 把马去掉 可是那个吊丝舔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的 这根本不科学啊 只是换了一套衣服 弄了一个发型就宛如获得新生了一样 无数人震惊不已 你一路上的回头率都很高 很多以前嘲讽过你的女生看见你的时候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曾经他们肆意嘲笑的小丑 居然一个转身就化为了一个大帅哥 身上弥漫的那股宛如王子的魅力让人忍不住沉迷 你面对一切震惊和惊艳的表情和赞美 脸上满是冷漠和平静 直到签到完 然后进入舞会会场 舞会会场放着舒缓的音乐 而且还有各种美式水果自主 众人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吃着自主 然后默默地等待舞会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会场 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员也开始陆续进场 随着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员到场 整个舞会现场也更加的热闹 一些自人优秀的男生或者女生自信地走上前去 用熟悉的英语和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员交流 只是一众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员大多高傲无比 而帝都音乐学院的一众学员则是有些卑微的感觉 就在这时候 一阵惊呼声响起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得一道身穿蓝色礼服的女生宛如高贵的公主 一般在众星拱月之中走了进来 精致的面容上略是粉带 一头黑色的长发盘起一个惊艳的发型 脚上是一双蓝色的水晶高跟鞋 这一刻 她就是整个舞会现场真正的公主 不少科蒂斯学院的男学员看见她的时候 忍不住眼睛微微一亮 眼中闪过一抹遇见猎物的兴奋 来人正是陈婉柔 面对众人惊艳和赞赏的目光 陈婉柔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她在舞会会场扫射一拳 最后视线落在了你的身上 当看见你的瞬间 她陡然瞪大了眼睛 只感觉心脏忍不住快速地跳动 小鹿乱撞 她这时候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这时候的你就是她的王子啊 而就在这时候 于康院长和庞丽娟等教授 陪同的哈蒙教授到达现场 然后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舒缓的舞曲响起 一众帝都学院和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学员互相邀请 开始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 不少科蒂斯学院的男学员 双眼放光地走向陈婉柔 可是这时候的陈婉柔却是直直地走向 凌晨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陈婉柔带着期待 带着卑微 语气仿佛是在哀求 你淡淡地看了一眼陈婉柔 然后低头看向陈婉柔脚上的高跟鞋 抱歉 我怕踩脏你的水晶鞋 陈婉柔苦苦哀求 甚至是有些卑微 可是你却是冷漠地吐出这句话 你的声音很冷 冷得仿佛没有一丝温度 所有人都不明白你这37度的嘴巴 是怎么说出这么冷漠的话来的 你的话落下 陈婉柔的脸瞬间煞白 身体亮枪了几下差点摔倒 还好白鸥连忙走了过来将陈婉柔扶住 陈婉柔捂住胸口张大了嘴巴 仿佛是溺水的鱼 已经要窒息了 可是却呼吸不过来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整个人摇摇欲坠 你的话宛如一柄大锤 重重地敲在他的心脏上 好痛 同时他的脑海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现 他生日宴会的那天毫不留情地对你的讽刺的话 凌晨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看不清自己 你再怎么模仿别人 你还是你 而且话虎不成反泪却 你这样拙劣的动作 让人看着很别扭啊 还有 你会双人华尔兹吗 你知道华尔兹是什么吗 抱歉 不想我最喜欢的这一双水晶高跟鞋被踩坏啊 陈婉柔感觉心好痛 同时也好后悔 他当初明明可以委婉地拒绝你的 如果他委婉一些 你也不会离开自己 也不会变成这个陌生的样子 可是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的意思真的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想要警醒你而已 你完全可以做自己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他去自不自地做那些 所谓的努力只能感动你自己 还有 他已经知道错了呀 他已经在付出了 已经在努力地挽回了 他今天主动邀请你 就是想要弥补那天晚上的错误 当看见你的瞬间 他已经开始想像宛如王子一般地拟搂着他的腰 然后在众心瞩目之下 在舞池里偏偏欺悟 无论你的舞姿多么的难看 无论你踩了他多少下 他都愿意 以前的你不是抱怨自己只是将他当成了骑士吗 可是今天他准备给你一个惊喜 他准备告诉你 他已经将你当成了自己的王子 他和你本应该和好如初的 他和你本应该幸福地在一起 可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了吗 凌晨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啊 陈婉柔想不明白 他只是用蓄满眼泪的眼睛 楚楚可怜地看着你 都到了这时候 他依然在气球 他不甘心 他真的不甘心 他和你十几年的感情说散就散 他真的不甘心 看着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幸福的样子 你本来就是属于他的 他只是暂时性地弄丢了人 而现在他要将他找回来 陈婉柔靠近你轻微地抽起着 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他丢下了所有的高傲 丢下了所有公主的姿态 他用近乎祈求的语气哀求 凌晨 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 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 我已经知道错了 以前是我不对 我一直以为没有你我会过得更好 我一直觉得你很烦 可是直到你离开之后 我才发现我的心空落落的 我的世界也空落落的 我才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凌晨 我们不闹了 不闹了好不好 求求你 陈婉柔的声音有些沙哑 在配合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瞬间让了现场无数男性感到心碎 同时他们看向你的眼中仿佛都在喷 特别是科蒂斯学院的一些男性学员 他们身为西方世界的绅士 对于这种让女性流泪的男人是最鄙视的 特别是还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如果这里不是大夏的话 他们会冲上去狠狠地给这个可恶的大夏男人两拳 打掉他两颗牙齿用来教诲他如何对女性尊重 看见陈婉柔这近乎哀求的样子 明面无表情 可是只有张亮知道 此时的你浑身紧绷 太阳穴隐隐有清净暴起 这个平静的男人的心中早已经掀起了惊涛海浪 是啊 十几年的喜欢和毫无保留的付出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当你曾经喜欢的死去活来的女人出现在你的面前 卑微地哀求着 你的内心怎么可能会真的这般平静 你的眼中闪过了挣扎 你知道 只要你今天点头 那么曾经高不可攀的公主就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以后还能成为你的老婆 再以后还会给你生孩子 你们会成为相敬相爱的夫妻 然后过着相濡以内的幸福生活 他们家和陈婉柔家是示娇 只要陈婉柔答应了 那你们在一起就根本没有任何压力 是啊 只要你点头 只是点点头啊 多么简单的一件事 只要一点头 陈婉柔 你喜欢多年的公主 就是你的了 你将会走上成功的道路 成为无数人羡慕的对象 从此以后 别人提起你 不会再说你是第一深情舔狗 他们只会羡慕嫉妒你 酸上一句 那凌晨真是走了狗屎 陈婉柔那样的女神居然被她舔到了 只要舔到手 那么她就不是舔狗 而是深情 可是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却感觉非常的烦躁 就好像当初的陈婉柔 对自己一样烦躁 你想了很久 总算是明白了 你并不是不喜欢陈婉柔了 只是曾经梦想追求的东西 变成了唾手可得的时候 你已经不想要了 抱歉啊 陈婉柔 我喜欢你 可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因为迟来的深情比草剑了 抱歉 陈婉柔 你摇头 语气不再如刚才那般的冷漠 而是无尽的平静 可是这般的平静 却是让陈婉柔更加的害怕 她惊慌失措 甚至在低声咆哮 为什么呀凌晨 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了吗 十几年的感情 你真的可以说放下就放下吗 明明只要你点头 我们就能在一起 这不是你以前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东西吗 为什么现在你却这般的让我陌生 为什么 听见陈婉柔的咆哮你笑着了 笑着笑着鼻子有些发生 陈婉柔 我给你说个故事吧 曾经有一个人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每天都会对着这个人咬尾了 可是这个人并不喜欢他 即使这个人的家人都很喜欢他 他们将这条狗抱养的目的 就是希望这条狗能够护卫这个人的安全 就像一个骑士护卫公主一样 可是这个人却不喜欢这条狗 甚至是讨厌他 他觉得这条狗每天都黏着自己 太烦了 他觉得没有这条狗 他会不会的更好 可是当有一天这条狗不再对着他咬尾了 这条狗却对着别人咬尾了 朝着别人吐舌头 这个人瞬间感觉心中空落落的 他在想 他是我家养的一条狗啊 他凭什么能对着别人咬尾吧 周围了解这件事的音乐学院的男生听见你的话 顿时都沉默了 他们想说什么 可是这一刻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们只是感觉有些莫名的悲哀和难受 初听我们以为你句句不离狗 再听我们认为他实际上句句说的都是人 最后我们才发现 他句句嘲讽的还是狗 特么的舔狗 公主只是因为骑士的离开而感到不安 骑士不再保护公主 就好像最喜欢的玩具丢了一样 陈婉柔不就是好像弄丢了心爱文具的公主 特么的 你拒绝就拒绝 你为什么要点名当性骂我啊 呜呜 奶奶逼 矜持说道 喜欢 但是不够喜欢 蛤蟆本是痴情种 敢为红颜惹恶人 此去摇尺求灵药 愿用挖命换娃声 奈何天鹅伤好时 终究还是念旧人 从此蛤蟆变金蝉 只认前来不认人 草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一梦 这世界上那里来的深情啊 深情只不过是为了睡觉而已 对 而且舔一个是舔狗 特么的我舔一堆我就是海狗 卧槽 你好狠 居然乱我到心 来人 拉下去暴局 亚麻爹 不少男生有人在感叹 有人在深沉 有人在故意搞怪 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红了眼睛 每一个男生 曾经都有那么一个舔狗梦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听见你的话 陈婉柔拼了命的摇头 眼泪顺着眼角被甩飞出去 他想要辩解 可是他却又感觉到 所有的语言都那么多苍白无力 他只是感觉自己的心好痛 只是感觉自己好难受 宛如窒息一般 他想告诉你不是的 他从来没有将它当成摇尾巴的狗 也从来没有将它当成心爱的玩具 你在他的心中是一个人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因为他做的一切 不正是像你说的那样吗 你喜欢他的时候 他对你只有讨厌和厌烦 可是当你离开之后 他却又哭着 哀求着让你回来 谁会相信他呀 谁会相信他是真的爱你呀 没有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可是他就是爱呀 凌晨 陈婉柔抓住你的手不愿意放开 饱含深泪的眼睛 看着你的双眼 你也看去 这一刻你终于在陈婉柔的眼中 发现了自己 一身白衣 好一个英俊的王子啊 可是你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抓起陈婉柔抓住自己的手 陈婉柔很用力 所以你只能一点点地掰开 甚至都将陈婉柔弄疼了 都已经红了 可是你还在用力 可是陈婉柔却是仿佛感受不到 只是眼泪啊 拼命地流啊流 你依然无动于衷 因为你知道 陈婉柔喜欢的是现在的王子你 并不是以前的骑士你啊 你一点点掰开陈婉柔的手 曾经和陈婉柔所经历的点点不低 在脑海中婉柔走马光花一般 从儿时初见 到少年的猛独 青年的喜欢 成年的热恋 你做过很多很多 半夜三更因为陈婉柔的一个游戏 而拼了命赶到女生楼下 大冬天骑着车跑几公里外买一份早餐 因为陈婉柔的一句话 你可以亲自跑十几公里外买一杯奶茶 用几万个陈婉柔的名字勾勒出陈婉柔的画像 在陈婉柔莫名不高兴的时候 你会自责得吃不下饭 你会站在雨水中任由冰冷的雨水冲刷 你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想要让陈婉柔看见后感动 可是现在细细想来 都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 我们总是希望用一种毫无保留的付出 和近乎自虐的方法来制造出一种痴情 然后让自己去获得一种畸形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在我们七星施济宫里给他买一杯奶茶的时候 一整个冬天冒着风雪给他买早餐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脑海中幻想着 觉得自己宛如乔风大战巨闲装 关于千里走单旗一样让人激动 行到深处甚至能够将自己感动回 可是对于还在乎你的人来说 一杯奶茶就是奶茶 一顿早餐就是早餐 根本无法承载起 你想要在上面寄托的那种山崩地裂的爱和纯粹 少年时 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将我们心中对爱和喜欢表达出来 可是他会觉得我们智能 青年时我们终于有了勇气啊 向他表白 颤颤巍巍说出那三个字 可是他会觉得我们无知 成年后 已经踏入社会 我们更是被现实压垮了几 有时候为了一日三餐连尊严都可以丢掉 哪里还有勇气去表达心中的感受 一身倾平怎敢如繁华 两袖清风怎敢勿佳人 你所经历的一切所谓的刻骨铭心 陈宛柔从来没有感觉 甚至是茫然不知 成长的标志并不是年龄和见识的增长 而是学会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的情绪 克制自己的感情 而现在你要克制自己对陈宛柔的喜欢和心愿 所以陈宛柔 我还喜欢你 可是我不要再喜欢你 这世上很多事情 在明白的时候已经太迟太迟了 被你再次无情地推翻 陈宛柔的眼中满是泪水和不甘心 你看着哭泣的陈宛柔 你的脸上带着微微的骨色 其实陈宛柔 我还是希望你如同以前的那样 当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 毕竟只要你一直不在意 就永远不会失望和伤心 放开我吧 我们还没有开始 可是已经结束了 你将陈宛柔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 然后转身和陈宛柔擦肩而过 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 陈宛柔下意识地想要伸出手 就在这时候 一阵惊呼声再次响起 舞会的入口处一道身影 缓缓地走了进来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长裙 她没走动一步 长裙都会宛柔轻轻地颤动一下 从远处看去 就宛柔海浪在海洋上轻轻地掀起浪花 脚上是一双月亮色的高跟隙 上面镶嵌着一颗颗钻石 在灯光的照耀下轻轻地散发着明月的光芒 宛柔月亮一般狡结 无暇 让人惊叹 她缓缓地从入口走了 却是瞬间吸引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从她进入舞池的这一刻起 她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这就是谁 这气场 这气质 简直就是一个场空 天啊 我要恋爱了 她好漂亮 她是哪个专业的女生 她好像是音乐专业的严玉然 严玉然 不会吧 那个被抱养的小 有人惊叹 有人则是震惊 认出严玉然的人的脸上也满是不可置信 平时的严玉然从来不化妆 穿着也很朴素和保守 平时他们觉得严玉然很漂亮 可是先入为主 将严玉然当作被人包养的小山的 可是今天的严玉然 却是如此的让人惊艳 科蒂斯学院的男学员们 看着严玉然的眼中瞬间放光 立即向身边的帝都音乐学院的学员 打听严玉然的身份 还有人想要去搭讪严玉然 可是严玉然一进场 就直直地朝着你走去 当看见严玉然也朝着你走去 所有人都呆住了 当看见严玉然出现的时候 陈婉柔的身体紧绷 她伸手死死地抓住了你的手 然后转过头 双眼死死地朝着严玉然看去 而严玉然一边走来 一边昂首挺胸 丝毫不怯弱地用坚毅 而略带凶狠的目光看向陈婉柔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织 无形的硝烟味弥漫开来 陈婉柔看着一步步走来的严玉然 她咬紧了嘴唇 不可否认 即使是骄傲如她 这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严玉然的优秀 今天的严玉然真的很好看 那一双镶嵌满钻石的高跟鞋 一看就价格不水 丝毫不比她的这双水晶鞋差 那一身海洋色的长裙 将她傲人的身材衬托了出来 那略是粉呆的容颜 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 严玉然丝毫不比她差 甚至在身材方面 她更是自愧不如 可是她没有退缩 只是抓住你手臂的手更加用力 让得你微微皱眉 手臂有点痛 看着死死抓住自己手臂的陈婉柔 又看着走到身前的严玉然 你忽然感觉有点疼痛 严玉然走到了你的身边 她看了一眼你 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然后又看向陈婉柔微笑道 陈婉柔 放手吧 你已经输了 凌晨不属于你 一把沙子你用力抓住也会漏掉 为什么不松开手扬了她 让一切都随风远去吧 不 我没输 陈婉柔重重地摇头 她怎么可能会输啊 你只不过是暂时被她伤透了心而已 只要她坚持 你就一定会回到自己身边的 陈婉柔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晚吗 严玉然忽然又开口 陈婉柔愣了一下 旋即摇头 我不知道 严玉然看了一眼你 又看向陈婉柔微笑道 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知道 你一定会在这样的场合挽回凌晨 同为女人 我知道你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同时我也知道凌晨的心中 对你还有喜欢 所以我迟迟没有道理 因为我愿意给你们彼此一个机会 我想要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 堂堂正正地挽回凌晨的机会 我也给了凌晨一个堂堂正正地 面对他对你的喜欢 正是心中感情的机会 在来之前 我亲自给你选了这套衣服 这双鞋子 它们都有重要意义 它是战衣 也是新郎装 如果你挽回了他 他选择了你 那么我会祝福你 我会亲自为他穿上新郎装 如果你没有挽回他 那么他就是我的新郎 是我的王子 不过 结果很显然你没有挽回他 严玉然的话落下 陈婉柔愣住 扶着陈婉柔的白油愣住 你愣住 这严玉然也特目的是一个甜狗 可是你是甜狗还可以理解 但是严玉然这么一个角色的人生 怎么可能也是一个甜狗 有些人听见严玉然的话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了一道声音 喜羊羊你轻点 不要将美羊羊弄疼了 就在这时候 另外一道声音响起 费羊羊 喜羊羊不动了 你倒是推啊 或许没有这么离法 可是就是这么离法 你正正地看着严玉然 同样身为资深甜狗 你很明白严玉然笑着说出这些话 做出这些事 心中却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你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一个女人能够为自己付出到这种地位 如果你敢辜负 不 你死也不能辜负 陈婉柔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她也很配合 甚至是敬佩严玉然 如果不是因为你 她甚至很可能会和严玉然成为好语 可是现在 罗夫之仇 不共戴天 陈婉柔死死地盯着严玉然 不管你如何说 我是不会放弃凌晨的 如果你真的为了凌晨好 那你就主动放弃凌晨吧 我和凌晨同小定义玩玩起 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途径 总而言之 我能给凌晨最好 听见陈婉柔的话 严玉然笑 当陈婉柔开始转的话 开始介入其他因素来给他家宠门 陈婉柔就已经说了 严玉然没有说谎 但是转头看向 她露出平静的笑话 凌晨你来选择 你温柔的对着严玉然 然后转头看向陈婉柔 陈婉柔放手吧 可能你想要的只是 再次战友和享受我的温柔 你习惯了被我毫无保护的照顾 你并不喜欢我 可是却又不随着 有其他人在一起 不喜欢 你又想要说 有时候玻璃有个裂痕 就已经不再是玻璃 而是残似品 换个角度来说 我已经变了 不再是以前的曾经人 听见你 陈婉柔的眼睛 还是不关心 不复是这样啊 如果不是严玉然出现 同差一点 你根本不会这样 以前我还不是伤害过我 可是你还不是一样 回到我的身边 这一次明明 以前没有什么剧 但是凌晨我们是一离 离开就会再回来 陈婉柔 人或许在不经之间 就有一个合法 什么都断掉了 再怎么即使都会有结 回忆里那个最美好的 你谁也别说 你也不行 你只是觉得你错 可是这并不是爱 对吗 费了我半条命 才走得出来 你一句话 却就想要让我回去 也许如果是以前的我 只要你一句话 无论我多么难过 无论我身在何方 我都会通尽力请 回到你的身边 可是现在我不想回去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我不能辜负的 不然我要吞一千根针 陈婉柔 放手吧 放过我 也给你一个体验 你看着陈婉柔 语气罕见的温柔一下 就像以前毫无保留的 和陈婉柔在一起 可是这份温柔 让着陈婉柔的心痛的瓦一高低 你没有再次去强硬地 掰开陈婉柔的手 陈婉柔的手明明 还死死地抓着 可是这一刻 陈婉柔却是感觉 你从来没有这么快 他再也没有力气抓住你 他的手松开 你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然后被炎玉然婉柔 跑着一边的张量 陈婉柔将在门里 他的手还保持着抓住你手 他惨白的脸上 满是无助可领埋 心中无比的悲哭 但是却没有哭出来 甚至一滴眼泪的眉 他今天明白了两件事 他是真的将你弄多了 他真的将那个喜欢的他失敬 满眼都是他的男孩弄丢了 还有 原来难受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 是没有眼泪的 陈婉柔 咱们离开吧 白要扶着陈婉柔 心中重重的叹息 如果当初陈婉柔能够低头看一眼 都不会是今天的结果 只能说 见 做 傲娇必死 美洋洋 阿里大多 不 我不离开 不离开 陈婉柔知道 这么多人的注视线 他说的就好像是一个小丑 可是他不想离开 也不知道为何要留下 反正就是不想离开 好吧 那么我们去一边坐一起 吃点东西 喝点酒 酒 陈婉柔不让点眼睛 中共送来 好 喝酒 陈婉柔点灰声音有些杀音 当初凌晨和我在一起 一直从来不让我碰过酒 在家的时候凌晨总之说 我胃不好 不能喝酒 我和朋友出去的时候 他又说 女生在外面喝酒不安全 不能喝酒 而现在终于没有人管住 我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反正从今以后 我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心疼的孩子 陈婉柔问出一母七彩的笑容 严玉然挽着 两人朝着张亮等于走 张亮端着两杯酒 其中一杯地点 他和你碰了一个微笑 欢迎凌晨 你这微微摇筒 两头一饮而尽 旋即开口 应该说恭喜 张亮愣一下 旋即也是笑着一饮而尽 严玉然温柔的挽着 你说话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突然来 看着你和严玉然 还有陈婉柔的舞台 每每吃了一顿大瓜的众人 这才收回目光 然后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 当然 还是有很多男学员的目光 落在了严玉然和陈婉柔的身上 不过 严玉然的身边已经有人 而陈婉柔的身边则是空中 科蒂斯学院的一则男学员 目光转起 贪婪的目光落在陈婉柔的身上 他可是知道 这个状态下的女生最好和什么 他为出自信的目光 旋即朝着陈婉柔走去 而此时的往事转 舒缓的舞曲缓缓响起 双方的男女学员 缓缓互相邀请 然后结成了一对队人 开始跟着音乐缓缓舞 严玉然走到你的面前 深识地做了一个邀请父母 亲爱的凌晨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你愣了一下 旋即笑着将严玉然的手握住 当然 两人牵着手朝着舞时而去 视线一直落在你身上的陈婉柔 看见这音 忍不住呢喃 凌晨 你可是根本不会跳舞 露出那拙劣的动作骗我了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还是你本就也厌烦了我 所以故意惹我生气 让我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呵斥 让你丢脸 然后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离开我了 不 你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 明明几天前你根本就不会跳舞 陈婉柔想不通 美丽的陈婉柔 我叫诺尔斯 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 就在这时候 哥蒂斯音乐学院的男学员诺尔斯 总到了陈婉柔的面积 然后伸手里发出邀请 诺尔斯一米八截的身高 身上穿着得体的礼服 俊朗的脸庞 加上西方人特有的白皙的美丽 也非常的卷妹 不少帝都音乐学院的女生 已经双眼放光 听了诺克斯好久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诺克斯 居然会去邀请陈婉柔 听见诺克斯的声音 陈婉柔下意识地拒绝 可是看着人群中 搂抱在一起的女后眼睿 她咬牙开口点头 好 凌晨 既然你不管我 那么我被其他男人搂抱着 你也会叫我